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简单快熟的南瓜蛋糕 松软可口,好吃又好做 下面我们开始吧 首先你要买一个这样的贝贝南瓜 因为它的海水量比较低 如果用普通南瓜 那配方里的面粉就要增加 取一半去皮,切成小块 装入盘中 称重之后是200克 放入锅里蒸熟 水烧开后,蒸15分钟就熟了 取出来再撑一下 流出180克压成泥 压好的南瓜泥是很干爽的 再打入两个鸡蛋 每个鸡蛋去皮后的重量在50克左右 再加入50克细砂糖 20克奶粉 90克玉米油 充分混合均匀 有人会说,蒸磨鸡 连鸡蛋还得要重量 对就是这么精确 一步忽略不补错 那最后就是翻车现场 然后再筛入200克低筋面粉 和6克物理泡打粉 一次筛不下,要分两次筛入 泡打粉是使这款蛋糕膨胀起来的关键 所以不能省略哦 翻拌均匀 成为较浓稠的面糊 如果你用的南瓜,海水量大 面糊比较稀稠 就要再增加适量面粉 调成较浓稠的面糊 将拌好的面糊倒入到表花袋里 带口扎紧 先放一旁 接着我们来制作酥粒 20克低筋面粉 加入12克糖粉 12克黄油粒 快速的捏出均匀 最后成这种颗粒状 然后将蛋糕糊挤入 到模具里挤到十分满 这个配方正好可以做六个蛋糕 建议交错开 否则烤起来之后会挤到一起 影响麦香 最后再把刚才做好的塑粒 攒在上面 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70度烤30分钟 时间和温度仅供参考 还有根据自家烤箱的脾气来调整 时间到 我们的南瓜麦粉蛋糕就烤好了 个个都是爆炸头 取出来放到量价上冷却 现在已经晾凉了 撕去纸托 底上下颜色一致 特别的松软 我是最爱上面的酥粒的 吃到嘴里酥酥的有点甜 再有这金黄的色泽 看了就喜欢 做法简单 快速又好吃的南瓜爆头蛋糕 非常值得一试哦 我们明天见 拜拜